我刚刚从日本回来 到日本之后呢 你才发现人民币 坚挺啊 人民币很值钱呀 最近人民币升值了 知道吧 人民币很值钱呀 我们到日本去抓了一下 我去的是日本佐世保 你看这军舰 是日本第二大军港 第一是冲绳 第二就是 佐世保 去那买东西 我所有的人都说 哎呦 这日本东西不贵呀 日本东西不贵是因为人民币升值啊 现在的问题是人民币还会不会继续升值 这次人民币升值的刀河索是8月5号日本股市暴跌 哭叉一下 整个跌下来了 跟日元一样 人民币作为低息货币之前一直被卖出 由于套利交易成为部分买入的对象 同一天触及 7.112元的高点 普遍观点认为 目前人民币升值是暂时的 我看了一些圈里人的分析 说把人民币兑换为其他货币正在进行的套利交易的平仓 正在导致人民币升值 说这个原因 9月份美国降息是在必行 大家都这么说 美元已经25个月加息了 现在到底降不降 所有人都指向说9月份的必须降 9月底马上就到了 如果说美元降息是在必行的情况下 人民币兑美元 升值 这8月份 月度升幅 创出9个月来的新高啊 这就是最近人民币升值 我们到日本去之后 就是钱值钱的很重要的原因 有市场估算认为 套利交易的余额可能会达到15.15万亿元 有可能 导致人民币升值压力 不是千里人不知道啊 咱们国家是严格限制外国投资者进行人民币股票和债权投资等资本交易的 外国人的债券投资 你需要经过香港买卖 中国债券的叫债券通 还有呢 符合一定条件的外国投资者买卖人民币计价证券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你没这手心 你直接就在国内那那那那干不了这事 日元没有这个限制 日元谁都可以买 所以人民币的投资者仅限于部分人群 澳大利亚人抱怨 说人民币套利交易主要是出口企业和跨国企业 而不是金融投资者 我们就没这机会 大家来看一看 说司马南等人到日本去招一圈发现的人民币对日元的 升值人民币买日本人的东西很便宜 这是一个因素 但这个因素和什么有关系 这个因素和美元持续加息加到25个月 现在9月份不得不降息这个因素有关系 但是美元降息不降息 这事和美联储有关系 美联储这件事又和11月份的美国大选有关系 你看看 这一环套一环呀 情况很复杂 那美国大选这个关系到底是什么呀 这不好说了 美国大选将成为难以预测的因素 如果倡导对华加成关税的前总统特朗普当选 人民币贬值压力将再次加大 但是 如果 对特朗普总统的对华关税持批判态度的民主党副总统哈里斯当选 人民币有可能进一步升值 所以这次我是坐着中国人的邮轮叫梦想号邮轮 从天津出发去日本 这段时间的趁着人民币升值然后呢对日元很值钱 大家到日本去 扫他一扫 但是实话说日本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要买 几年前好多人到日本抢这马桶盖 回来一看made in china 日本的家电 日本的产品没什么东西要买 当时就吃饭吧 吃饭的寿司 生鱼片 那你考虑不考虑和电站和污染水 向东太平洋排放的问题呀 有人问那你说的半天你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 我就告诉你到日本去买东西 现在人民币升值了 我再告诉你特朗普如果上来的话 人民币升值有压力 我再告诉你哈里斯哈哈大叫那个钟老年妇女 如果他要当选 人民币还得接着升 所以人民币升值还是不升值 他这个多元函数值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 就说到这 感谢各位收看 我是中国公民 北京市民 北京市 东城区居民 斯马南 再见